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无货源模式都有哪一些平台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年无货源的模式是非常火爆的 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都是非常火爆 现在无货源的平台已经延伸到国内也有 国外也有 然后中国的电商也有 国外的我们叫跨境电商 也有很多无货源模式都在操作 那么无货源模式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 无货源模式它是怎么来的 无货源模式呢 最早出现就是出现在淘宝上 就是最早就是我们做淘宝的时候 然后很多商家就会说利用淘宝课去推广 去推广给个10% 20%的佣金 甚至有些会给出50%的佣金 所以最早无货源模式就是从淘宝上出现的 很多做淘宝课的就是开店截流量 开店截起流量 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比如说他跟商家一模一样都是卖同一个价格 同样的价格 对吧 同样的价格 然后利用那个淘宝课 他去赚起一个佣金 从而达到就是无货源的一个模式 就是无货源就是自己就是不用推广 自己自己不推广 自己不用推广 不用库存 自己也不用库存 对吧 然后后面就开了大量的店铺 通过店铺的话 开了大量的店铺去铺货 然后去做无货源 那么最早的无货源模式是出现在淘宝上 早些年我们做淘宝的时候 那时候做无货源是非常好做的 一个淘宝店铺呢 随随便便都可以铺个几万个货 几万的商品 然后我们通过开启特别特别多的淘宝店 然后就比如说开100个淘宝店 这样去做 就是做成这种无货源的一个模式 最后呢 因为淘宝规则慢慢的变化 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个无货源 对吧 然后甚至很多人就是招协生开始做无货源 招协员做培训等等之类的 后面导致淘宝必须要把这个规则给修改掉 他如果说不修改掉的话 就是影响到平台了 很多人在做无货源影响到平台了 所以说后面呢 我们又做无货源又转移到 就是京东无货源 京东无货源 京东无货源呢 最开始呢 也不错 最开始转移过去的时候 一样也是铺店 铺店铺货 铺店铺货 铺货 然后一家店也是能上个几十万的产品 几十万个产品 然后到后面剩下了几千个 后面京东注意到了 就剩下了 有些甚至剩下了几百个 基本上京东无货源的模式呢 都是在淘宝上去拍单 都是通过去淘宝 淘宝拼兮兮去拍单 今年 淘宝拼兮兮兮 就是通过这几个平台去拍单 今年呢 京东也是注意到了一个 就是很多人做这个无货源 没有一些什么资质 就是资质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说现在的京东无货源 已经做成非常的精细化了 就是非常做成非常精细化了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无货源做得不好的话 基本上就会被清退掉 就会被清退掉 然后京东现在还有出来一个 就是京喜 京喜 京喜 很多人都知道京喜 拼购无货源 这个 这个京喜 拼购无货源 然后呢 还有很多朋友在做的 就是拼多多 拼兮兮 我说拼兮兮 拼兮兮兮无货源 拼兮兮无货源呢 它也是 跟上面的也是一样的 都是铺电 铺货 铺电铺货 然后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铺货铺电铺的一个模式 去做了 基本上早些年做拼兮兮的 也是 也是赶上红利的 也是赚到了 因为都是采集 之前都是采集淘宝的 采集1688的 这些就是 都是采集这些的 拼兮兮兮目前也是 非常的精细化 只要你科单价 科单价够低的话 基本上都能 都能够出单 产值也还好 这个是一个拼兮兮的 一个无货源模式 还有 就是 我还有一个就是1688 1688 1688无货源模式 1688无货源 很多人去年也做了 1688无货源模式 就是 一家1688 它是不用保证金 对吧 不用保证金 不用保证金 然后就是很多人在上面 就是批发单 批发单 很多人走批发单 批发单 但是今年 1688也是做的 比较少了 也是非常精细化了 平台也是开始注意到 这个1688 现在也做的非常少了 然后呢 现在呢 还有的是 今年很火的一个平台 叫抖音 抖音无货源 抖音无货源 今年是非常火爆的 抖音 抖音无货源 抖音无货源 抖音无货源呢 目前呢 是怎么做呢 抖音无货源呢 目前基本上都是 以前的老套路 以前的老套路 基本上都是采集 采集 拼多多 拼多多 然后采集淘宝 然后通过做视频 比如说通过视频 视频 加深商品的钱重 对吧 加深商品的钱重 这样去做了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洗刷刷嘛 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 去做了 抖音电情 目前相对来说 抖音无货源很火 做得好的话 利润也是很不错的 目前是封口 封口 但是现在也是很多大佬在做了 所以小的 我也是不建议去做了 还有一些 就是比较火的一个平台 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跨境的 东南亚 东南亚它分为 就是目前我在做了 就是虾皮 虾皮无货源 还有一个就是来战达 来战达 来战达无货源 这两个也基本上都是 从国内的淘宝 跟1688 拼兮兮兮去采集货源的 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面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跨境 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它是可以代贴单的 必须要代贴单 代贴单再发货去海外 所以说东南亚跨境电商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靠谱一点 比较好做一点 但是平台也是意识到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做了 就是东南亚它也分为 就是做了就是国内了 跨境 跨境 很本土的跨境 还有就是 还有的平台就是Ebay Ebay Ebay Ebay也是分 Ebay无货源也是 采集国内了 也是采集国内了 然后也是分为 也是靠代贴单 代贴单 然后发国外 代贴单 代贴单 发到国外去 发到国外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很火的一个大的平台 大的平台叫什么 很火的一个大的平台叫亚马信 好 我弄一下这个 亚马信 亚马信也是 亚马信也是非常火 亚马信呢 目前来说 很多人也在做无货源 就是从 也是从国内的 1688 也是从国内的1688 拼兮兮 淘宝 然后去采集 去上货 发到国外去 基本上我讲了这个无货源模式 市场上现在最常见的 这些无货源模式 就是只有这一些 这些是最齐钱的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 什么小的平台 那我就不说了 什么敦煌 卫视 美克多 那个就非常小的一个平台 这个我就不讲了 基本上市场上现在最火的 无货源模式就是这一些 很多人就是深耕一个平台 就是在一个平台上 就是深挖一个平台 就一直做 然后每年呢 每个平台都能养活很多人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专门在做 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做淘宝无货源 很多人说淘宝无货源做不了 但是我知道了还是很多人在做 很多人说京东无货源做不了了 京东无货源确实是比较严 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人在做 不管是哪一个平台 现在都很多人都在做 所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这些模式 这些无货源的模式都可以去做 如果你们想创业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其中选择一个模式 然后慢慢的去研究 去深耕就好了 只要你精通一个模式呢 基本上比打工强吧 比打工强 好了 今天这个无货源模式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